来自英国的皇室专用车 自从被印度富豪收购以后 在中国开启了它的第二春 因为在中国有太多的有钱人 对路虎趋之若鹜了 把路虎当成身份财富的象征 到底路虎哪点吸引着他们呢 还是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路虎缆胜最新款 窥班剑豹看看路虎的过人之处 路虎缆胜行政汽油版 从外观设计来看给予一种家常了的感觉 外形流畅自然协调 用一个相当借地气的词来形容 真是发六级了 路虎的内饰只有更豪华 没有最豪华 在追求豪华这条路上也是永无止境 实木装饰配以真皮包腹显得大气时尚 全新的厚中控台设计 厚重的方向盘 垂直换挡杆 显示着它的与众不同 当然最最紧要的还是路虎缆胜行政的一些 关于车辆驾乘体验的配置 在2017款上搭载了3.0HS-E 还有电信门 前座椅通风 三驱空调 驱动包 拖车辅助 黑状顶 雷达测距 冰箱 825音箱 后座椅加热 全景天窗 等这些凸显档次的配置 路虎缆胜行政对其传统的四轮悬挂 做了全新设计 悬挂系统前轮的形成提升为260毫米 悬挂系统后轮形成提升为310毫米 前排司机座椅带有记忆功能 方便司机在驾驶时 找到最舒适驾驶感觉 后排座椅可以放倒 为后面提供超大空间 满足一辆SUV大容积的需要 这些诸多的性能和新科技的搭载 完全能满足有钱人追求不同体验的需求 也难怪有钱人大多会买路虎了